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惰性,也就是懒惰,不过现在用了一个更加文明的词语,拖延整,至于傲慢,很多人都会说自己从来没有傲慢过别人,其实什么是傲慢呢? 轻易的非议取笑他人的缺点,就可以说得上是傲了,懒惰是人的本性,其实也不必过分的妄自嘴薄,只要我们努力克服就行了,但是能完全克服懒惰的毕竟还是少数。 所以曾国藩就曾说,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傲字之败,天下古今之用人,皆以一多字之败,其中才人指的是天慈聪慧的人,用人指的就是我们这些平凡人。 其实曾国藩早年也是多有懒惰,但是他立志自导与流粗,不畏圣贤便为惺惺,于是就先通过两件小事情解读,一个是近日记,一个是早起。 他的日记可不是像小学生一样写一日之所见所闻,而是反思今天有没有什么过错并记的日记中,有点类似于曾子的无日三省无身,而这个早起,曾国藩可是下了一番功夫。 从他开始决定早起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也是时而早起,时而晚起,旅见旅饭,旅饭旅见,但在其后期的日记中基本上也都是早起了,为什么借朵要从近日记和早起开始呢? 关于这个,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多次提到原一,年借傲字以不清非笑然为第一要义,借朵字以不厌,且为第一要义,不厌弃就是不玩弃的意思。 谦所以谦也,谦所以谦也,谦能且谦,得大字,在其中意,谦谷之声显豪杰,既见雄欲有礼于是,者,不外义秦字,谦谷有道字的知识,不外义千,字,劳所以谦多也,谦所以谦傲也,由此二者,何乐不,去,其劳之心不甚坚定,故于有事便, 人不能不大荒散,蔓延,解除这些不良的习惯,也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长时间与这些习惯痛下血战,屡破屡见,屡见屡破,方能实现最终的目的,我们固然不能复制曾国发的成功,但至少可以让自己在平凡中活出精彩,纵观人生,道足浅尝,有许多机遇,也有许多祸患,人生, 但借此借,方能无忧,读懂曾国发六借,领悟做人做事之道,离成功更进一步 第一借,借懒惰,借狂傲,天下古今之佣人,借以一度自质败,天下古今之财人,借以一傲自败,大多数人一辈子平庸,借以懒惰,梅兰芳最初也自治平庸,但他不该于此,勤学酷炼,忠诚一代宗师, 勇人败于懒惰,天下却属于狂傲,离自成有梦有才略,起义称亡,却因胜利滋生骄傲,最终惨败 第二借,借气美,借望人,勿以小恶气人大美,勿以小绝望人大人 思之通见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子思向温侯推荐狗变,温侯知道狗变是一个难得的酱才,却因他吃了百姓的两个小鸡蛋,便不打算任用他 只因一点小过错,就要放弃一个人才 这不是很愚蠢吗?对于恩怨,我们不能引小绝望大恩,滴水之恩,尚能勇全相报 一点小怨,更应用宽容之心去忘怀 第三借,借说短,借夸长,说人之的乃乎几之短,夸几之长乃替人之长 揭露别人的短处与夸耀自己的长处,本质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优势,恶意贬低别人 这种行为是心胸狭隘的体现,在人际中罪意遭人嫉恨 陆迅说过,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的解剖自己 真正的智者总是从自身寻找问题根源,正如孔子所言无日三省无身 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改正,而非贬低他人来寻求对自我的安慰 第四借,借独立,借重谋,立可供而不可度,谋可寡而不可重 天下喜喜皆为力来,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可见利益是人之向往,但独占利益者通常会成为众矢之地 所以操操,宁可操纵一个傀儡皇上也不称帝 就是不愿陷入困境,被多方势力打压 谋划事情则贵在迅速做出决策 商议的人太多,机会动摇决策的诞生 也有泄露秘密的担忧 第五借,借九利,借重征 九利之事无谓,重丁之的污朗 人生没有一本万里的事情 更没有能敲酒获利的事 凡事见好就收 九利只是一种幌子 以罚人们的弹心,使其步入陷阱 万劫不复 孔子说过为邦不入,乱邦不拒 众争之的其实充满危险与霍乱 一招之飞 况且众争之下 得到的利益也不过是琐碎 第六借,解释财 建议是,凡犯大事 以食为主,以菜为福 凡成大事 人盟举办,天意举办 对于办大事的人而言 开阔的眼界与丰富的阅历是主要 才华是次要 正如刘邦 此称之活不如萧何 出谋划策不如张良 带兵打仗不如寒信 却能高瞻人主 并网罗他们为自己所用 从而成就一般大业 而成就大事 除全人谋 还看天意 我们尽最大的努力 顺应实事而来 即使失败,也别怨天尤人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